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载运通 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短线上面 再创一个反弹以来的高点 那上涨从低档起算 如果你是用第一天算的 那么今天是上涨的第十四天 那如果你是隔一天算的 今天是上涨的第十三天 那不管是第十三天 或者是第十四天 台面上面的架构 你一样看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有在注意盘中的讯息 早上能够跟你报出来 创波段新高的族群 硕化 包含了这一波的银件 包含了这一波很多人在讲的 二线硕化股 那么其实就 整个行情来看 你走到了今天 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 最近每个人在讲 当年底的时候 尤其是我早上看新闻的时候 有人特别整理出来说 今年的投信基金经营人 他们的绩效非常的差 那么绩效非常的差 还涨出大盘 在年底的时候会拼了命的做账 那我反推 如果现在的主流族群是传产 假设这些经经营人 没有办法去买到传产股 那就算了嘛 对不对 那假设他手中的部位 有电子也有传产 那么我请问你 他会选择哪一边去做加码 我假设他要做这样的话 所以 我昨天在讲整个盘面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过去这一个月 当台股破完季线往上反弹 很多投资朋友来找我们 其实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不是说 哇指数上来之后 会不会马上往下杀 而是更担心一件事情 现在指数看起来好像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涨了14天还在涨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他手中的股票 动都不动 而且最近不小心还提早破线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盘面上面的掌声的结构 跟你的持股 跟你的旋股方向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我可以很大胆的告诉你 这一波电子股不动 台股即使再往上涨 跟之前涨到9399点 一模一样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反而要更小心 你手中已经套牢的股票 或者是转弱的股票 你要开始有一个选择了 毕竟已经反弹了第14天 用技术分析来看 用时间来看 用空间来看 通通对于多方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那对于放空的人来讲 现在这个盘式 其实比之前更好挑放空的标的啦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选择出来 哪些个股 哪些族群提早转弱 当然不可否认的 今天这些高价股 又是榜首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至今现在都涌向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 如果在年底要做一个 集团的坐账也好 或者是原物料行情也好 对于大部位之音的人来讲 你要选择动都不动的高价股 盘跌破线 倒不如去选 有量有价的中低价股 这些股本有的都不小喔 50亿100亿的比比皆是 那么 你可以选择这些股票来做 可乐而不为 那只要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 对于高价股来讲 就只会越来越不利 因为资金它是有耐心的 法人有他们的操作压力 市场的大户有他们看法 所以如果资金不断的集中在传产类股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件事情 电子股明年上班年的日子 会非常的不好过 因为你要去想 你要去想 如果现在 到 我假设到年底之前好了 指数就在这边震荡 一直在种传产 那当传产当集团股做账完毕之后 做账完毕接下来就是结账嘛 对不对 那资金他们在这一段里面 在传产里面赚了这么多钱 你认为 他们把现在卖掉的电子股 到时候会接回来吗 那可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明年的景气明年再说 所以我这阵子一直告诉你 虽然指数在往上垫高 但是你要注意整个盘面的结构 是不是对你有利 现在的加圈指数 从低档反乱上来第14天 你知道吗 指数拉上来 就跟之前这一波一模一样 这一波涨的是电子股 但是涨电子股 涨台积电涨大力光 涨红准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一波从低点 8879点涨上来今天 创短波新高 也是一样啊 它长什么 它长硕化 它长什么 它长金融 它长什么 它长钢铁 它长什么 政策概念股 营建 那它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这样子比较下来 反而电子指数 它是相对弱势的 它是相对弱势的 对不对 之前台股创新高 电子股同步创新高 它是主流 台股破季线反乱上来 它没有站上季线 而且比大盘还弱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一波你在看银建股在涨 你在看钢铁股在涨 你在看金融股在涨 你在看硕化股在涨 这些涨 硕化金融 会把指数带上来 那表示电子股有人拼命卖 因为每天都有成交量嘛 不是吗 所以电子股有人拼命卖的状况之下 你回头过来解这个大盘才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在讲说 为什么台股走到高点的时候 9399点 它势必要修正 9399点势必修正的原因 我们讲得很清楚 从7月19号台股站上9000点 到9399点 这整个架构完全错误 因为涨台积电涨大力光 中小型股敌掉这边 敌掉这边 敌掉这边的 比比皆是 而且高价股在杀 所以你如果今天问我 为什么指数在创新高 我的股票涨不动 那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即使到年底有行情 有些人会拼命卖你手中的股票 去转成中低价股 银件类股也很多都中低价股 二线说话更是 对不对 所以当台股正式破线的时候 我当时又提醒你了 它会有一个右肩反弹 但是右肩反弹 你要去特别注意结构 对不对 反弹到颈线附近 小心 这边叫确认起跌 反弹叫右肩盘头 反弹有多高 看结构 所以刚刚我给你看的结构 很清楚的金融股 塑化股 把指数的空间给往上拉 但是电子股没跟上 对不对 所以反弹到第13天 昨天神奇的一盘 MS在季度调整 调降台股群众 居然是往上拉台 对不对 那今天反弹到 大家讲的 川普防线 这根长黑K棒 对不对 那过于不过对来讲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这一根带量往下杀 有没有更大的量能够克服它 假设没有 那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边涨到这边 涨传产 涨钢铁 涨金融 涨银件 对你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即使这个点过了 集团股加传产股喷出 电子主流不出 那就是卖与空 因为台股的支柱 就是电子 现在的行情 正如同之前台股 涨到万点一样 当你看到万点 你不会兴奋 因为喷出的是金融股 对不对 现在的道理也是一样 台股在上季线 你觉得心安了吗 我相信很多人眉头深锁 原因在哪里 因为电子嘛 不是吗 之前电子间高点之前 我就提醒过你 小心 台积电加大力光能够撑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你手中的中小型骨 自己保重 后面破线我说有反弹 可是反弹上来结构 如果不加 对岸 对岸即起直锥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电子骨的压力 只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所以今天另外这很重要的消息是 当然很多人现在知道了 南茂要跟紫光一样持续合作走美绿的模式 对不对 那不排除 接下来南茂的子公司在大陆挂牌 那如果这个演变成趋势 就好像我昨天特别在讲 我说会顶的市值超越联发科 那这件事情你表面上看起来联发科就很倒霉啊 没办法 好像没有因为这个利多大涨 对不对 那我要让你去反思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母公司啊 你的子公司在大陆挂牌 那你会不会用技术来支援它 如果你是老板 你一定会这样子做嘛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把资源移动到子公司上 按照理来讲会嘛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台股 尤其是电子股目前最大的问题 假设人家跟我们合作 我们都不能直接入股 其实如果直接入股 单子给母公司 就好像说惠鼎这家公司在台湾 然后呢大陆跟他合作之后 营收直接灌到联发科身上 哇那不得了联发科现在在这里 对不对 那很可惜 人家的营收 人家的整个好的东西 全部放到子公司上面 在大陆挂牌 享受20根掌停板的喜悦 那台北股市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为什么要从这边开始跟你讲 电子股为什么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未来我们台北股市 所有的上市贵公司领导的厂商 通通寻这个模式 去跟大陆做合作 因为你不得不合作嘛 有资金有市场 他要你的技术 你有那恭喜你 所以你就来合作 如果每个人走走美绿模式 每个人都走蓝帽模式 每个人都走联发科模式 那我请问你 如果母公司一直支援子公司的技术 跟所谓的实力 那终将是谁受惠 这个问题你要去想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为什么今年是电子股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年 因为可能大格局从此改变 那你从这几个案子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电子股的危机才刚刚要开始 这一点你要特别留意 所以休息回来之后 再来跟大家讲 现在台股反弹第14天 哪些族群已经开始领先转弱 放空可以大赚价差 休息了之后 我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打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柜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电打投顾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打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因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怪 临阵不乱 回到现场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最近电子股特别的弱 以涨势相对值来讲 台股从低点 反弹到今天 创短高 第14天 涨14天涨什么 政策类股 营建 钢铁 金融 超级大牛 硕化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一波的电子股 它是相对弱 弱一定有原因 股价会领先告诉你 如果今天电子股跑到这里 台股在这里 那我告诉你 这个点一定会过 可是如果今天你看到金融股在这里 钢铁在这里 硕化在这里 电子股在这里 那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 这个点要过 难度之高啊 令你难以想象 当然或许有些人会期待补涨的效应 对不对 那如果是落后补涨就算了 因为基本面很好才有机会落后补涨 可是如果是一直因为这种事情 那你要小心哦 站在世人的立场 如果你是个老板 你的子公司要在大陆即将挂牌 不排除啦 他讲不排除嘛 那他会不会把母公司的资源 甚至是某些 你认为不应该转出去的东西转出去了 那这个是主管安卫要特别注意的 当然也很难啦 因为我脑袋里装什么东西 我直接拿出去你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24小时监控我嘛 对不对 这是要提防的事情 所以母公司的部分你要特别留意 你要特别留意 所以我说为什么最近联发科 其实很可惜啦 你看 这么大的利多 这么大的利多 这么多的利多 全部看起来都利多 为什么股价在这里 季线往下弯 你要去想 人家为什么子公司会顶用飞的 一挂牌用飞的 人会去看 资金会跑 所以高价股 为什么会多杀多 其实不是第一天 也不会是最后一天 因为股价会说话嘛 如果我们有竞争力的公司 通通都希望 母公司就这样放着 去弄一家子公司在大陆挂牌 哇不得了 未为风潮 那你去想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比较长远的 但是我会说 高价股 中小型股为什么提早转弱 小型法人弃养 破线的 利多不长的 通通要卖 我在7月11号讲有关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觉得半信半疑 台股逆势创高 当时的台股在哪里 现在台股比当时的位置还低很多 7月11号在哪里 7月11号台股在这里 8795点 现在台股在9200点 对不对 你却看到永贯从195块钱 后面台股涨到9034 他在破底 168 后面台股涨到9399 他在破底 121 你去想 为什么最近 他又准备破底 107 股价会说话 从195块钱 跌到107 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简单的道理嘛 因为台湾总是第一本一笔 我只能这样讲 对不对 总是第一本一笔习惯了 所以你太高本一笔就要修正 190几200块钱 跌下来就100块不见 100块就不见 1厂了10万就好了 你如果10厂了 明明台股在创高 对啊 当时明明台股在创高 不是吗 明明当时台股在创高啊 那为什么股价会说话 你去想 为什么股价会说话 这叫多头 他这个变空头 为什么 这叫陷阱嘛 所以这一个月再涨什么 再涨船铲 再涨 营建 那 我也没去空他们 我也没有因为说他涨很多 看不顺也去空他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只是因为题材 我讲穿了啦 今天掌钢铁掌营建 那我请问你 川普真的大心土木了 他难道会远到台湾来 叫中钢出料吗 远到台湾来叫中鸿出料吗 他美国难道没有其他的供应来源吗 所以题材就只是题材 当然全世界原物量在涨 基于某些因素 但是我认为那个并不是景气复苏的关键 但是题材就是题材 对不对 所以当题材结束的时候 你要小心它的反转 我在讲同志 题材结束的时候 小心它的反转 当时我在讲还435 后面破下来 对不对 3552同志 你看 272 400多直接摔下来 272 一张了105块 10张了150万 你弄去10张刚才300万 很可怕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就这么短短几天 就跳水了 然后你就知道说 哇 原来 营收不如预期 当营收不如预期的时候 表示你的多单也不如预期 对不对 我讲的没错 现在台股在这里 它在这里 所以很多已经高档转弱的 正如同我们之前告诉过大家说 空一档股票 要有它的基本面理由 要有它的筹码理由 要有技术面的理由 对不对 我当时在空高价股 现在一样空高价股啊 心象 做它三趟88块钱 那表示说 我可以带着你避开风险 从275到150 百二块 你如果抱着什么都不做 那就是赔120块钱 那如果你是多单停损掉 跟着我放空 你不仅讨回损失 你还反手获利 我这样讲没错嘛 所以有些股票高档转弱的 来回做价差 我在共康友 四百四 后面破线击杀 五十五块 先补一半 那我在11月24号的时候告诉你 反弹进尾声 准备空回来 准备空回来 那今天 我们出手了 空四百一十五块钱 这边一趟 这边准备再空回来 因为来到颈线反压 季线反压 这边很难过 因为整个盘势 对于高价股 非常的不利 高价股转弱 当然它是一档接一档 我最近还空了另外一档股票 来 11月9号 我当时讲 如果你错过心象 错过帽连 错过操纵 错过广华 不要错过这一档 这一档是平盖股 我相信我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知道了 4966的普瑞 对不对 那11月10号的时候 我们空337块钱 之前前后都空了两三次 那11月23号 我讲说平盖股 小心 我小心 结果你知道吗 今天普瑞 正式跌破际线 今天台股在这里 它在这里 一旦这条颈线跌破 就是多杀多启动 所以今天台股创高 如果你看到你手中的个股 像普瑞一样 逆势破低点 破际线 那你就要小心了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如果真的有行情 怎么不会趁着大盘在拉高的时候 人气沸腾的时候 赶快去做多呢 反而要趁着这个盘势 已经反弹上来 赶快抹油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要等到 像同志一样 你在想要放空 趁着他还在这里的时候 赶快进场布局空单 一档一档 往下做价差 有需要复合的地方 请给我先上处理 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收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问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 台风天 还是大家在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